這是之前柯P 在紐約的一個演講 這個是柯P在美國 唯一一個四大報給他做整版的 你看看有膨顛嗎 蘋果日報 手插壓 很漂白 正在紐約 做全版的柯P 也只有這麼一天這一個版 全版柯P 好 這是前幾天的 這個是禮拜天的蘋果日報 做頭版頭 好開心 韓國瑜拒選2020 這是蘋果日報自己的自行解讀 擴大解釋 他哪有說他拒選2020 他只有臉書寫說 這四年我要讓大家看到高雄的成長 可是蘋果日報很開心 韓國瑜名字 然後國民黨初選 重回三個太陽 他都沒辦法想好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有些媒體挺韓國瑜沒錯 但是有些媒體是 很希望韓國瑜不要選 一個臉書你也立刻就 整個頭版 頭版頭 震撼拒選2020 很開心 然後是這樣子在捧柯文哲 手插壓 好開心 我們看這個柯文哲從美國回來 接機人潮是這樣 當然是因為美國半紀伊回來是清晨 接機是這樣 我們看韓國瑜那天 從廈門回來是這樣 你看這樣 這樣差多少 還有一個新聞是 我們上個禮拜有給大家看到 是這個新聞 我沒想到有後續 沒想到政治這麼可怕 這麼稠動 這是兩個警察 是韓國瑜的水護把他抬起來 那天韓漢有解釋在機場的狀況 就是因為很多人 一千多人 那其實這個 那邊都是根本看不到 他不是演唱會那種巨蛋那種舞台 你根本你就看不到 那麼遠 韓國瑜請隨後把他抬起來 我跟你講即便這樣抬起來 還是很多人 只看到一個頭 一個凸子在上面 這樣揮手而已 根本看不到 而且沒有抬很久 一下子而已 結果你看 給人受理 這個是這個 我們偉大的 蘇侯友宜30萬票的 這個行政議長 說給人受理 你看這是這個索金雄 批韓國瑜 濫用警力 非常對不起警察 是一種帝王的心態 拜託 才幾秒鐘而已 這樣叫做帝王 你也好了 韓國瑜有解釋 他說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對警察不是說我可以道歉 我目的是要讓街機的民眾 看我一眼 他講的有道理 因為他說濫用警力 蘇貞昌他是不濫用警力 因為他家調了一百多萬 他都沒有報警 這樣 去警察 不是 在台北調了 要跑去新北市報警 太辛苦了 原來一百多萬不重要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他一定是點滴在心頭 我叫水戶給我扛起來 叫你扛成這樣 我只是讓街機 觀眾朋友 你想想看 如果韓國瑜那天 沒有舉起來 然後就走了 一定有病 怎麼那麼嚇拜 我們前幾個還有台中包遊覽車 去高雄等他的 你也不會走 然後就走 一定又被罵 所以韓國瑜他講 他說你一定要用皇帝來形容嗎 當市長 他現在其實又瘦了很多 為什麼用這麼重的字眼 為什麼 就是要修理你 還要想 所以你看所謂就這樣 被修理得這麼慘 這個是今天早上的蘋果電子報 今天早上的在市議會 不是送龍袍嗎 你看蘋果日報標題 韓國瑜正式表態不考量2020 你看 所以我跟你講 司馬招之心 路人皆知 有沒有媒體挺韓國瑜 有 有沒有媒體 有沒有政客 很希望韓國瑜不要選 也一堆 所以民進黨已經就好戰鬥位置 就是把韓國瑜單為假想敵 全力攻韓